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MaiMaiCooking的時間 今天就和大家做龍蝦意大利飯 首先把龍蝦湯和雞湯用中火煮燃 之後就可以把牛油用小火煮 然後就可以加入洋蔥轉用中小火炒大約2分鐘 最重要是不要把洋蔥炒到金黃色 然後就可以加入意大利米和洋蔥炒均 之後就可以加入白酒去炒均 等到酒精全部揮發完就可以進入下一個步驟 轉用小火加入5湯匙龍蝦湯 把它拌勻等飯粒完全吸收 之後再加入5湯匙龍蝦湯 拌勻等飯粒完全吸收 好 重覆這個步驟到龍蝦湯 只剩下5湯匙 在煮意大利米的過程 大約10-15分鐘 然後就可以加入剩下5湯匙龍蝦湯和龍蝦肉 拌勻 然後就可以加入15克牛油和芝士 然後把它拌勻 之後就可以加入少許鹽和胡椒粉去調味 基本上這個意大利米就煮完 因為這次買回來的龍蝦已經熟了 所以加少許牛油把它煎香就可以了 很快就完成了我手上的龍蝦意大利飯 現在事不宜遲了 試吃吧 我這次做這個意大利飯 我覺得是有點漏的 但又非常好吃 漏的原因是因為我加了兩種芝士去煮 另外一樣想說關於飯的口感 基本上煮意大利飯的話 其實不會煮到它是全熟的 要保留有點硬的 口感才好吃 當然要煮到全熟的話 其實也可以的 煮意大利飯其實沒有什麼特別的技巧 最重要的是煮飯的時候 只要你不夠水的話 你就可以加湯 然後就不要讓它黏底 所以一定要保留著它 另外一樣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這次用的龍蝦湯 它是非常足料 因為平時用罐頭的龍蝦湯 它真的只有一罐湯 我這次用的它是非常濃郁的湯 而且裡面是保留了一條龍蝦味 所以我這次煮這個飯 其實我算了罐頭的龍蝦味 其實我已經吃了兩隻龍蝦 至於這個湯的味道 基本上它已經很足夠的 煮這個飯 基本上可以不需要加胡椒 又或者不需要加鹽 都可以的 當然如果你吃得比較重口味 就可以加少許鹽 又或者加少許胡椒粉 都可以的 這次的分享就是這樣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在下面給個like 當然記得要追蹤我Facebook 以及Instagram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